那么现在他这套做法对美国的宏观条红来说也是不利的 但是呢如果他们把所有的出发点都放在战略竞争上来讲 他就可以不顾这一点 而我觉得现在拜登政府的这个决策者 更多的都是不是这些搞经济决策的人 而更多的是这种是这些这个搞所谓的战略博弈的人吧 比如沙利文比如说布林肯是这些人 所以呢因此呢所以就是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 有损于中美之间正常的贸易关系和贸易往来 所以使得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